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二月初八 是释迦牟尼佛出家的纪念日 大约在二千六百年前 印度加皮罗惠国 有一位王子 叫色达多 他捨弃了皇位 离开皇宫的荣华富贵 出家修道 出家修道是否消极避世 避开现实 是否捨弃国家人民 而作一种消极的冥想 并不是 相反来说 他很热爱人民 他更热爱一切众生 为了找寻一个能够解脱人生痛苦的方法 而出家学道 为何要追求解决痛苦的方法 他为普救众生 而追求这种方法 因为他知道 拥有 权位 拥有财富 不可以令人得到解脱 唯有 从业力 从烦恼 从迷惑 从轮回里面解脱 究竟解脱才能得到人生的解脱 他基于这个原则 出家学道 结果他成功了 他找到一种解脱生死的方法 这种方法 从2600年来一直流传到现在 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 也叫佛法 不单只是佛法流传到释迦牟尼佛所说 还流传到很多高僧大德 很多哲学家 去解释释迦牟尼佛这种方法的诸述 佛教的信仰主要的内涵 是向佛陀学习 并不是 庄香 叩头 求福 求寿 求如意 有问题 求佛 保佑你 这些不是正恩 如果你经常拜佛 为了求这种求那种 就增加你的贪心 不过 如果你求佛菩萨 确实有佛菩萨救导你 为什么 佛菩萨发了很多宏愿 若思佛有十二大愿 发了十二大愿 普道众生 救导众生的十二大愿 阿弥陀佛 发了四十八个愿愿 普道众生 救导众生 地藏菩萨 宏愿深远 地欲不空 势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他就在娑婆世界里面不断轮转 直到无人受苦 他才是止息 还有普言十大愿王 普言菩萨 发了十大愿 普救众生 所以如果你求佛菩萨 确实是得到佛菩萨的救助 但这些不是信佛的正恩 信佛是要学习佛法 要学习佛法 离苦得乐 什么叫佛法 有些人学习佛法 什么叫佛 什么叫佛 佛是什么意思 佛 是从梵文 印度文里面 传过来的 这个字 叫做Buddha 全名叫佛陀 Buddha 佛陀就是觉悟了宇宙人生真理的人 这种觉悟是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自觉 他自己觉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理 从不断学习修词中 体验到 要破我执 人是有我的 破我执 灭烦恼障 正裂盆果 破法执 不灭所之障 正无上菩提 得到 从生死六度轮回解决出来 不用永远在生死里面轮转 你和我 世世 生生世世 都是在轮转六度轮回 为什麽 你这一世活到一百年 你又要死了 我又要死了 你对于死亡 你完全没有想过吗 为什麽人会死的 为什麽人会生在这 为什麽人 我经常说 人从何而来 死往何而去 人 这麽忙碌 这麽多压力 这麽多责任 父子的责任 母亲的责任 公司的责任 为谁辛苦 为谁忙 却为什麽为什麽 为什麽 生死 逃不开一死 所以我经常说 同是天涯 淪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我们都淪落在三界六道里面 你和我都淪落在三界六道里面 只是执着短暂的快乐 所以快乐是短暂无常 这是智觉 佛自觉到这样 自觉之后 他超脱了生死 如何超脱生死 我们身体 结束之后 带着业力投胎下一世 下一世有没有那么好呢 一样是生老病死 佛不是 觉悟了佛 他的报身 身体结束之后 他不再轮转 不需要带业力轮转 超脱了轮转的烦恼 这叫自觉 觉他 他不单是自觉 他还要把自己所觉悟到的真理 转移 令别人觉悟 教化别人觉悟 令别人觉悟 所以 没有说不到众生的菩萨 所以一切成佛 学菩萨的人 没有说 我不和众生结缘 我为了自己 那你就不是佛菩萨 你就是小性的 圣人 你只是为自己 为自己 那又无害 你无害人 你为自己 你为自己 但佛菩萨 不是为自己 因为他认为他和众生是一体 所以他是为别人 所以是觉他 这种觉他的思想 是非常伟大 当他在 在历史上 而知道这个觉他的思想 不要说是 超脱六道轮回 解脱 人生痛苦的思想 只要人类有一种觉他的思想 他可以牺牲自己 完成万物 我们中国历史里面有很多 革命家 为壮烈 为国家牺牲的 全部是有各他的思想 不过他这种思想 只是短暂的一生 而佛永远长生 生生世世 都是这样做的 这是各他 各满 即是 自觉各他 各行圆满 这种智慧 达到究竟圆满 亦叫做无上各 正这个涅槃 究竟涅槃 无上正等正各 所以佛 自觉各他各行圆满 就是成佛 很简单来说 佛法的文字很多 有三藏十二部 三藏是什么 经藏 律藏 论藏 什么是经藏 什么是律藏 什么是论藏 你需要去听佛法 才可以 佛法不是 坐在半小时 便能吸纳所有佛法的仪理 佛法是要去听 要去学 学习 三藏 经 律 论 经是佛所说的一切 宇宙 万物的仪理 律是佛 制定的戒律 使人修行时 知道如何 从清淨你的身口 以三页而去修行 叫做律 有一个具体的方法 具体的方法 令到你清淨你的身心 因为我们的身心不清淨 不清淨便会作业 作业便会受报永远 不可以 脱离六道来回生死 所以具体的修行方法 先从戒着手 所以有戒 有这个叫律藏 戒律 论是什么呢 论是 后人 哲学家高增大德 一直几千年来 解释佛 所说的义理 所有的诸术 所有的论证 千千万万 什么是十二步 十二步是 表现经典的形式 长寒 从众 受记 孤起 无问自说 因缘 譬喻 本事 本身方讲 未曾有议论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表现的形式 三藏十二步有多少 三藏十二步是八千六百多卷 以文字来说多少 亿亿万万数不尽 无量讲到文字 八千六百多卷 我只是讲四大翻译 中国四大佛经翻译大家 从徐朝 以来 就是四大家 还有很多其他都不计算在内 河摩罗什 译了三十五步 三百多卷 原庄大师 译了七十五步 一千三百三十卷 真帝大师 译了六十四步 二百七十八卷 二静大师 录了五十六步 二百三十卷 只是这四个翻译专家 已经录了二千多卷 三千卷 你说 佛法是人类历史 最丰富的智慧宝藏 人类历史解释 宇宇宇宙人生最丰富的智慧宝藏 你有没有去发掘 你有没有去研扎 如果你没有 你这一生都如入空手 如入宝山空手回 如果我们说 枉废了这一生成为人 这麽丰富的人生接理 你不去 你不去追尋 你所追尋的是物质 你所追尋的是享受 是财富 是名利 是权位 是烦恼 互相的斗争 家庭的斗争 公司的斗争 国际的斗争 走错了路 赶快回头 所以佛门里面有四个字 在三文里面叫做回头是岸 里面甚深而理 回头是岸 说就是这样 有多少人回头是岸 如我今天也说 今天又有这样的情况 有很多人来佛堂 就像一个社团 你好吗 今天好吗 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 一到吃饭 他就走了 为何吃饭就走了 他叫牛扒不好 为什么要吃这些斗争 他不习惯吃斗争 他吃肉 一天也不可以不吃肉 吃肉杀生 有果报 所以 人的言喻 人的祭遇 是由他的性格 是由他的嗜好 是由他的思维 而决定 有些人不断向上 积极求 哲理上的问题 如何处理人的烦恼 有些人永远活在烦恼里面 当烦恼来的时候 只会是悲哀 困惑 憂愁 哭 他不懂得分析 不懂得分析 不懂得分析 去研习 佛法 就是两对两人的分析 如果说佛法 归纳为十样 哪有十样 第一 佛法所说的 苦罪 人生是痛苦 人生的痛苦不是消极的 这是现实 当人生老病死的时候 怎会不是痛苦 因为人知道痛苦 才是积极改求 积极解脱痛苦 你不是知道痛苦 哎呀 我们坏了 很痛苦 你这样就消极面对痛苦 佛陀要你积极面对痛苦 知苦 解决痛苦 所以有四圣帝叫做苦习灭道 苦 知道这个世界有痛苦 习 找出痛苦的原因 灭 便可以灭除痛苦 但如何灭除痛苦 还要研习分析 灭除痛苦的方法 叫做苦习灭道 第一件事你要知道 佛经里面 是要告诉人 你要明白 例如《妙法莲花经》里面说 三界无安 犹如火窄 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里面 是通满痛苦 要知道痛苦 有些人 在里面也不知道痛苦 有问题 有烦恼 有痛苦的时候 用激情去应付 吵枉 哭 面对仇哀 或困惑 各式各样的激情去应付这些痛苦 这些不是痛苦 不是一种 解决痛苦的方法 第一件事你要分析痛苦 所以佛法里面 很多经论就是详细分析的痛苦 第二是什么 无常 世间是无常 什么叫无常 我们在香港来的人 知道有一首歌 知否世事尚变 变幻元是永恒 变幻这就是永恒 永远都是变幻 没有变幻 大家知道是谁唱的歌 知否世事尚变 变幻元是永恒 人为何无常 如果人的无常 根据大致道论来说 无常有两种无常 第一是双俗无常 第二是念念无常 双俗无常是什么 双俗无常即是 渐变的无常 这种无常不是立刻感觉到 是双俗无常的 例如什么 人的生老病死 从婴儿至少年 少年移到中年 中年移到老年 老年移到死亡 是渐变的有生老病死 渐变变的 你完全察觉不到 慢慢变 时间有春夏秋冬 变的转变 有万物有生住而灭 这些叫渐变 渐变 渐变 整个世界都是渐变 渐变 时常会参加一首诗 是阳神的词 林刚先 滚滚长江东誓水 浪花图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雄 白发如潮江主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逐走起相逢 古今多小时 尽负少谈中 几度夕阳雄 不断变 时间不断变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你以为青山依旧在 青山也在变 青山以为平地 赶快超脱六度 这是无常的 第三终合上的意义是无我 无我为何 我为何有主宰实体的意思 是没有真正可以主宰的我存在 或者可以依赖的我存在 因为这个我 所谓是你的identity 这个ego 你的identity 这个我 不能够得到自由 这个我是没有自由 没有自主 没有实体的 为什麽 如果这个我 是有自由 有自主权 你就是 我 我不要去病 行不行 我不要死 行不行 不行 我不受业力 我做了一些恶事 我不要受业力的控制 我不受业力的牵引 不行 你没有了主宰 因为这个我是无主宰 无自性 无实体 我要永远青春常处 行不行 不行 我要永远幸福快乐 行不行 所以说诸法无我 这个宇宙是因缘无合而生的 不能独一独存 或者自我独存 人生学佛法 就是超越了这个假我 才能证到真我的存在 所以佛法里面 第三个 如果大家综合来说 佛法修行 有什麽大前提的题目 第一 苦 第二 无常 第三 无我 第四是什麽 空乘 空 即是说 所有的东西 永远不是 独自可以产生 是靠因缘和合而产生 因因缘和合而产生 亦由因缘和合而灭 第二 因缘和合而产生 我们可以说佛法 听佛法 是一个很殊性的因缘 你可以听到 以前佛陀所说的佛法 我不过是一个录音带 佛陀的义理 经过我的脑里面 告诉大家 这个因缘 是纵缘和合而产生 食完这个饭 纵缘分散而消灭 万事都是这样的 有缘则罪 无缘则散 这叫诸法 空性叫做空 空 不是什麽都没有 空即是说 诸法由因缘和合而生 因缘分散而灭 无其至性 其体本空 如果说得再深一点 用几分钟来说 诸法这个空相 是不生不灭 不救不净 不增不减 经常念心经 不生不灭 不救不净 不增不减 不增不减 或是不知道 什麽是不生不灭 不救不净 不增不减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何谓不生不灭 大家要看心经 为什麽 万事的空性 是不生不灭 又不生又不灭 不矛盾 不是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说些少少 什麽是不生不灭 电 举例子 现在给个譬如 不给譬如 你们不明白 电是什麽 当你开灯的时候 电生出来了 有电 光生出来了 当你关灯的时候 电灭灭了 其实开灯 或不开灯 电都是存在的 会否开了灯 电才有 电本身就存在 另外 巨足其至性 无一分一毫减 无因为你而生到 亦无灭 本来巨足 暂然常直 哪有生灭 你开灯的时候 有灯 有电 关灯的时候 没有了 不是 你自己思想的错误 不救不静 什么是不救不静 不要用异理解释 快来说用譬如解释 什么是不救不静 救者烦恼也 静者清静也 不救不静 一壶的湖水 将太阳的光照入湖水 湖水 只是污染 太阳的光照下去 有没有污染 光本身没有污染 你怎能污染光 水污染 如果水清静 太阳照下去很清静 那些光是否忽然清静 不关光的事 光永远是自性常存 只是烦恼污水 物转 性没有转 不救不静 不增不减 什么是不增不减 你挖地一尺 我现在得到一尺的空间 你没有挖地一尺的空间 也在 你填满了它 我现在没有了一尺的空间 填满了那个洞 你没有填满 你填不填满 那个空间也在 第五是什么呢 说业感 什么叫业感 业 是你的行为 你的行动 你的造作 包括你什么 包括身口二三业 你身体所做的行动 口所说的 意念 所做的事 这有善有恶 产生一种力量 能够驱使我们做新的行为 而新的行为 又会产生力量 推动我们 辰转相生 形成一种业力的轮回 我们做了这件事 又牵涉到第二件事 第二种又牵涉到 第二件事 这些因缘果报 牵涉到轮回生死业度轮回 所以这叫业感 第六 是因果 大家都知道 有因有果 因果是指宇宙生灭变化的法则 有因有果 这个因缘果报的义理 佛经里面讲得很透切很清楚 我今天只是跟大家讲一个大前提 大前提里面还有很多很多义理要去研习 第七 是缘起 缘起是什么 是所万发一切事物 因缘和合而产生 这些因缘是怎样和合 怎样产生 怎样去分析 你知道缘起有什么作用 如果你知道 万事是由缘起 而生 缘散而灭 那你懂得怎样去做事 如果你知道缘起 你做生意你一定会成功 所以我常想 可以将缘起这个概念 加进去management 加进去怎样去做 愚法生意 这是怎样解 缘起就是 你做某一件事 要它成功 要有条件 要造就成功的条件 才可以成功 怎样造就条件 你要公司成功 第一 要佛法的精进 即是努力 你不努力 你怎样会成功 做什么都要努力 第二 佛法的布施 布施是什么 布施是public relations 要对外 要懂得懂 怎样和你的客仔 和你的顾客 怎样能够 沟通一种很好的关系 这叫做布施 你看弥勒菩萨 你入门口 大土佛弥勒菩 他和你的关系好吗 入门口 便笑面迎人 你说他的关系 和你打得多好 天下间最成功的公关经理 就是这位大土佛 时常都微笑 你不微笑 你怎样开店 人无笑面莫开店 你去做生意 常常摸着嘴 你笑都不笑 谁会和你做生意 谁会买你的东西 这就是布施 就这样 就要结束了 六道万行里面完全可以加进去 平时的工作 和布施忍辱 持戒精进 禅定 般若 全部可以将它放进去 工商管理 大家不妨慢慢学习 这是缘起 第八是说中道 中道是什么 中道即是超越了极端 极端是什么 要是有 要是无 要是美 要是丑 要是善 要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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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高 要是低 这是二元对立 人是因为有二元对立 所以有妄想分别 这种人种是低人种 这种高人种 歧视 这种二元对立 令人产生无量烦恼 佛法叫你超越了这种二元对立 不要走极端 如果这种 这种哲理 摆入人类历史里面 没有了中族歧视 没有了中族民族的斗争 你说这个中道实上的道理 多高深 这些第八是中道 第九是般若 般若是什么 般若是 明白了所有的义理 将它融会贯通 这种般若这种智慧 超越了世间的智慧 这种智慧是无常的智慧 就成为叫般若 如果用梵文说是 Prajna 般若 所以要知道般若 第十是涅槃 涅槃是 灭除一切痛苦 而做到 究竟理想的境地 淨化了自己的贪爱 卸了自己的我执 拔除自己的烦恼 灭除自己的贪欲 进而得到 上直光土的世界 这叫做涅槃 所以如是者 佛法的义理 以大前提来说 苦罪 无常 无我 空性 业感 因果 缘起 中道 般若涅槃 这十个大前提 如果一一能够 去明白 一能够去发掘 你会增加无量智慧 你会令到这个人生 活得更快乐 不单止你这个人生 活得更快乐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如果知道这件事 亦活得更快乐 更幸福 不单止是这一生幸福 他会想想我下一生是怎样的 如果下一生我再轮回 我会有痛苦 我怎样超脱轮回 不用再轮转 不需要轮转 不需要轮转 就是一个 去到一个 涅槃的境界 今天 今天就说了这么多 可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